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海尾铺 笑啊河马 昂哆哆 如肚荡花胶关注组 我是Water 合听合看的朋友 记得帮忙订阅 分享 还有建设性留言 还有加入会员 等我这个频道可以做得更好 昨天有很多网台 笑了河马 说她的花胶是鱼肚假扮 有些是鱼肚假扮 河马 今早就发了一条影片 右下方出了这个图 就说 哎呀 你们都不懂的 就是在一间海尾铺 买了一个袋子 里面有一条 类似是鸡腿菇的物体 左下方 第二张图 应该是真正的 在店铺里实拍的 真正的鱼肚就是这样的 河马就是左下方 最左手边 那个就像是鸡腿菇 她就说 哎呀 这些就是鱼肚来的 鱼肚就是花胶 那我们等待这个店铺的姐姐告诉我们 专业人士说的应该会更准确 有些观众就说 为什么这张单是今天的 因为就在现场立刻买的 没有花没有价 这张单不是河马买的 这张单是美腿姐姐买的 特意走去人家的长得 人家的袋子是长得 当然要问问人家是否有出产过鸡腿菇的鱼肚 我们要问清楚各样东西 除此之外 待会转播 相当之精彩 另外 你的鱼给一些网民 质疑你是不是一条鱼吃三天 你昨天吃七味菜那么开心 你看到 这条鱼好像转了摆位 诶 转过一点先 有没有碗在那里 诶 等一等一等 很难看 诶 这样 他转过那只碟 今天就站在那摆位 十二点钟方向 我今天十二点 一条鱼向 十一月十日的时候 十二点方向 没有整六点半方向 你 接着 他有时 就向三点中方向 向左刮 然后向右刮 十一月十日的时候 向右刮 这条鱼 这条鱼 难怪你们说 它有些豉油 又做些水 不用整熟它 你淋上豉油 它就可以了 用什么搞那么多东西 没用的 你看这条鱼 不得了 吃七味菜 原来就是 这条鱼 三天都没吃过 这条鱼 很可憐 看到就没得吃 没听过爆花膠 它不是 它是爆鱼肚的 那些叫做 事不宜辞 都差不多了 我们看看 反转这条鱼 六点半 明天这条鱼 就可以放六点半方向 就可以 它四个方向都玩云 斜上 斜下 斜左下 斜右下 这条鱼 还可以多玩四天 这条鱼 不就是可以多玩五天 它还有方向可以玩 这条鱼 这条鱼 你这样不行了 你怎么办 凌凌姐 不够你玩 完全就是 花膠当鱼肚 首先 听了 听了 不是 不好意思 一样一样 首先 就去Facebook 长德的Facebook 问一下 用河马的图 就问他 你好 想问一下 这包东西 就是我朋友 你和河马是好朋友 在你们的分店买的 我对食材 就不太清楚 请问是什么 姐姐 可以怎么煮呢 用来炆粮瓜 可不可以 他用鸡腿菇炆 他说 不是我的出品 随时说 可能 这个炆药 这个是鸡腿菇 你做什么 你的朋友 摆一条鸡腿菇 在我们 不知道他有没有鸡腿菇 买 一会看看他怎么回答 首先听了 不要说那么多 比较搞笑 整件事匪夷所思 可以做什么 美女 有什么 书买间 为什么录音也听不到 等一下 喂 这么失败 给你一点时间 先开开 不是 这个是片 已经 怎么听不到 这么失败 不要紧 给你一点时间 帮你 如肚便宜 那花膠 六十五元 这包东西 就算是真的 他还要找些 找些假东西来扮他 现在的问题是 一波几节 一个圆圈 三百六十度 之后可以吃足一年 差几天 就算是三百六十度 慢慢来 除了元朗之外 还有几间店 喂 喂 什么 什么 长得 这些不是只鲍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只鲍鱼 整件事 怪 被黑粉笑死 当然笑死 是啊 早晨啊 早晨 不好意思 我有个朋友 在这里买了一包 沙鲍鱼肚 是 他说 他告诉我这个 其实是花膠 是吗 它是买哪一只 多少钱 我不知道 但他有张照片 但看上去 包装背后 写着 沙鲍鱼肚 沙鲍鱼肚 不是花膠 不是花膠 那沙鲍鱼肚 可以煮到什么 因为他教我炆凉瓜 我觉得好像怪怪的 你可以切碎的 可以用烤汤 烤米汤 或者炆冬菇 炆冬菇 那些 哦 即是炆东菇 不可以炆凉瓜 炆凉瓜 都可以看你接不接受到 有些人炆萝卜 炆那些 哦 即是 沙鲍鱼肚 不是花膠 是吗 不是 哦 谢谢你 我待会再来买多一包 谢谢 拜拜 别人都说 沙鲍鱼肚 就不是花膠 当然不是 不是鱼肚 只是鸡腿菇 很大机会是 你真是相信河马吗 那为什么要支持河马 还有 你被人封台 也不说 哎 那个无良乞衣 还有 这个工厂妹 在搞这么多东西 搞到我没得赚钱 你们怕我红 你都不说这些了 你现在 直接说什么鱼肚 你说一下你的台 也好 我们关心你的台 我理得你这包 是不是 花膠也好 鱼肚也好 猪皮也好 其实就是笑一下 这么紧张 做什么 你有个袋在这也没用 隨便放些东西 放假狗 怎么可以 人家都说 但你接不接受到 其实煲什么都可以 你煲旺财的臭臭都可以 看你能否接受到 别人的姐姐也是这么说 完全是错 错了 这张单 是今天 11月10日 今天 有些早上11点多 就落到店铺 然后 有点了到 恐 不是吧 当然是好笑 河马 你有什么时候不好笑过 先开开这个 是啊 早晨 这个又可以 现在又开到 把我放了 没关系 不要紧了 好 单单也不看 先看这个 这里 看看片 左边 左边 就是河马出的那条片 很大机会 就是鸡腿菇的物体 右边 就是中间 这里 就是现场 六十五元 你看到 这里写着六十五元 看看姐姐如何介绍 可以做什么 美女 有什么做 苏米羹 是 炆排骨 炆冬菇 煮一下 鸡汤 只凉瓜 只凉瓜 都可以 都是炆的 我现在进去 帮大家看看 沙巴鱼鱼鱼 还是花架 是啊 早晨 辛苦 辛苦姐姐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她都是搞笑 总之 人家实体的物品就是这样 左边 就是河马拿出来的物体 河马今天在香港不买 这个是我 有长腿姐姐 今天去店铺买的 所以是今天 不是河马 我不知道河马在哪里 也是靠谷 但是她有在大陆户外拍过照 有拍过片 但是她也有机会 不是今天 那些片 你怎么知道 但是她解画的片 应该是今天拍的 你们这些黑粉 就是左手边这张图 左手边那张 应该是今天 就是左手边那张图 但是她有这个包 也不代表她 一定要今天在香港 才可以有这个包 你看到左手边和右手边的对比 就是和中间那张图 对比差那么远 你看一下 哪里有可能 好像她的鸡腿菇 很大机会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 那长腿姐姐 可能她又没有问 没有问 这个包包 好像是鸡腿菇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何马的笑料 而且你要解释 你应该是罵你的台 没有了身材工具 你们不怕我红 你们那些网台 你应该这么说 你又不说这些东西 那我们理得差 你是鸡腿菇也好 鱼肚也好 花胶也好 猪皮也好 其实有什么重要 吃下肚子又不是我们 最多笑你 笑下你 为什么要这么着紧去解释 你又不说一下 你的身材工具 你们那些无量的乞业 工厂妹 和那些黑粉 在那里举报我 搞到我的台都没了 你应该是说这些东西 那即时 这包包包包是真的 你看到都是65元 好像三条 一条是二十多元 人家不是花胶 愚肚就愚肚 就算是当你 那么匪夷所思 左手边的 真是愚肚 那代表什么 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愚肚表面是一模这么平滑 你看到两包左右 你自己对比 完全是错了 河马没有出现 差不多两个星期 去了割伤眼皮 就是因为不出现 不会是这么搞笑的 我要去韩国走一转 所以我就不出来 不是吧 没可能是这样的 那条都不是鸡腿菇 不是吧 那么长 不是吧 七十几岁 有这样的 那她的包包里 后面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那么夸张 那她的包包也起码 有这样的 鸡腿菇 也大约 没有那么厉害 是吧 想起河马越激气越好笑 那她 就算是 不是啊 那张单是今天买的嘛 她立刻买 美腿姐姐立刻去买一包 买这个鱼桃 还有四条 那一条十几元而已 这些东西你都要找人家假扮 你趕快去买个包 那一条 河马 完全是错了 你这条人 三眼皮 怕风台 怕风台 就不要出来 怕风台 什么片都不要拍 还有 那她说 她不可以说这些 当没事 博人家不举报你 现在 为何要告那间店 她说河马去告那间店 没有人要去告那间店 你弄到人家 喂 长得那些 为何 那些愚肚感的样子 和平时那些不同 你一会儿去骗人 这样弄到 她的样子 各什么都是 没有什么用 粉丝当鱼翅 她暂时没有吃过鱼翅 先拿粉丝出来扮鱼翅 那条很大机会是鸡腿菇 不可以 就是有一只只 那就不要 怎样弄到都没用 这些 不知 这些 range都是无谓的 那我们继续看看 看一下 喂 什么状态 你按错了 不好意思 你继续看看 很多群組的人在研究花膠 每個人都是吃的 何馬 家裡有這幾樣東西 最左邊的就是那幾萬元糧瓜的豬皮 最右邊的就是豬皮 這些就是花膠 花膠 豬皮 兩個有很大的分別 有人在這裏笑 不要聽一會 親生屋他就懶你老母 收你老母是臭小子 這麼兇嗎 托你這個街 托你這個街 你老母做街 相信有種類的變態 你話是呀 大家退出沒有留言 你回到你老母的嗨子裡生 你怎麼搞不定 不要呀 免得播 真是未見 你騙人 這些人就是這樣 美顏一開 魚肚變蘿蔔 你看到上面這個就是河馬 這個就是美顏了的河馬 下面這個就是真實的網紅 他還沒打開到這麼重手 真的有一天 撞到面對面 都不知道是他 還說不是四十幾歲 下面那個是他 Youtube的時候 開頭的大號那幾條片那個 是這個 很兇的河馬 當然是兇的 也不知道一會兒會說些什麼 再看看這個 今天看真點 你看看這個河馬 這個就是金平川的河馬 這個就是在戶外直播的時候 拿著羅庚的時候的河馬 一眼間漆 你個黑粉 又在阻止我直播的河馬 這個就是在尖沙咀做直播的時候 吃著鰻魚壽司的河馬 這個就是在他大陸酒店的時候 磨砂玻璃的時候的河馬 這個是在酒樓還是什麼的河馬 這個是陽光的河馬 有些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就是七階睡覺的時候的河馬 這個就是上東張 四百五十萬 那個河馬 這個又是誰 這個是 又是回大陸 回大陸酒店有兩條間 中途搬位 他說不要吵著我老公 睡覺抖音的時候 那時候認得他這兩條間 之後他搬了去鬥 但是他要特意去 你們這些黑網台 我特意去播歌 那個河馬 這個什麼了 這個又是東張 很老的 突然間為什麼會老了這麼多 看東張 坦白摸河馬大腿 那隻手一定有五十多不知道 這樣嘛 摸一下老婆的手 首先要看他的車頭燈 要是摸一下他的大腿 不停就是這樣 忍受不到河馬真樣也沒辦法 這個就是剛才聽過河馬很兇的時候的樣子 這個 這個又是東張 東張真樣 這個又是 直播時候 你們那些黑粉寶寶 為什麼有張笑的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介紹完畢 今天才重看拍門 說不要 杯有溪文 杯有溪文 誰呀 誰呀 今天去過間店 都沒有沙爆魚肚 有的 這個 不要亂傳 這次真是魚肚變花膠 但他那個不是花膠 不是 他那個連魚肚也不是 包東西六十多元 你也要去隨便買包東西 其實魚肚和花膠是一樣東西 只不過叫法不同 不同品種 人家姐姐說不是 不要弄到這樣 一天看到 就以為是鬼 開了美眼 不要緊 有些看相 破 破什麼 這樣嚇一嚇 破冠文 就是說在這裡 就是說 拳骨 是有拳的 之骨 如果有斜文 或者 橫文 穿角 這樣就叫破 貫文 是不是 拳骨 拳骨 所以拳文 掌權者 會被剝拳 平民 就會破財 女人拳骨 有文者 主要是黑庫 男人拳骨 有文者 就是主官司 什麼叫主官司 很多官司會辦 不是的 為什麼要下架 因為他的樣子 所以要下架 這裡有另外一個 青青 這也是剛才那位 很兇 很兇 說髒話的河馬 正在笑的河馬 不要笑 不想看你笑的 這個就是青青 愛情動作片 青青的青青 這個就是酒樓食菜的河馬 嘟著這條菜 這些比較老 這就是披圖後的河馬 在那間酒店拍攝 不是我看照片 這就是東張西望 觀眾說好像呂良偉的河馬 沒有了 這就是青青 這張照片是二十多年前 三上河馬 這裡沒有三上河馬 沒有什麼事 繼續在這裡看 這就是喊著河馬 加上洞漲 沒有眼淚 沒有鱷魚類的河馬 繼續 還有什麼可以看 我們先看看魚肚 你們一個一個 黑粉 真是太可惡了 認識了河太太那麼久 難道你們還不知道 他真的好要面嗎 忠目攜攜 就算是他錯 他怎樣都會撐自己對 你們壞壞了 又當頭痛擊 搞定河太 花膠也好 魚肚也好 鮑魚也好 河太平時吃開元寶蠟燭 那些什麼 不是他吃元寶 他也說 好像金元寶 他很喜歡金元寶 吃道香的甜品 金元寶 他現在分不清楚 很正常 各位粉絲 壞寶寶 還說 貴族的東西又要收律師訊 沒有數 大網紅 哪會錯 看見河馬吃魚肚 搞到又很想吃 喝了魚肚湯做早餐 十分補 他說花膠炆甜筒最好吃 也不是花膠炆甜筒 吃月餅說粗口 剛才看過 其中一張就是 很兇的那張 有 沙爆魚肚 表面布滿的洞 不像那條淮山棍 他就說 就是河馬這張 我們下面看到這張照片 淮山棍 借圖用一用 魚肚主源的形狀是軟的 豬皮還是一個個洞 魚肚和花膠都是魚類的產品 但是魚種當似不同 這些就是人的當似不同 現在還搞不清 你還要撐 有假棉花豬皮 真棉花魚肚 左手邊 右手邊就是假棉花的豬皮 兩個分別 這個比較白色 還有這個比較多洞 河馬求其佬 他又會找到那個袋子出來 故意不扔垃圾 還是故意去垃圾桶找回袋子 我們當他昨晚煮了魚肚 然後 老公去垃圾桶 把袋子抄出來 我要罵黑飯 完全是匪夷所思 理解不了 整件事 他放涼圾桶很誇張 連沙包也沒有洞 這不是雞腿菇的事後 把東西放回去當作是 這傢伙 什麼不要教他們花膠 也不是 教大家也不是教 真的有沙包魚肚 什麼 即是雞窄那塊棉花雞 我不是說沒有沙包魚肚 我只是說他這個袋子 你看到的 觀眾 我不是說沒有 你看到 河馬 掃出來那條 就像是雞腿菇 那麼乾滑 這個沙包魚肚就是旁邊 我剛才已經播完 觀眾是不是剛剛進來 不要緊 沒有問題 你說我當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沒有說過沒有沙包魚肚 香港買沙包魚肚 帶回大陸吃 超級可疑 十萬個可疑 這些貨就是棉花雞裡的魚肚 喜歡拿來索汁 跟豬皮一樣價錢 這樣的貨源 是不是又是大陸拿來香港 誰知道人家是香港造席 就覺得 就不會將一包在香港買到的東西 就特意拿到大陸那裡煮 有些觀眾就覺得 會不會他現在就在香港 他不是做直播 和他現在 他現在是拍片而已 是不是幫魚肚 披了頭 所以這麼乾滑 那麼他的袋子又不乾滑 你已經收了兩個耗皮了 河馬 還出來 在那裡說什麼 我們不會叫爆花膠 爆沙魚肚就魚肚 說什麼爆花膠 不會有人這樣叫 知道什麼叫爆字嗎 就是指沙炒和油爆 才有爆這個字形容 而口那一層比較漂亮的花膠 就是不用油炒和爆 漂亮的花膠就是曬乾而成 他懂不懂 他一直都不懂 貴族說他吃醬拔膠 吃魚肆 吃龍蝦已經吃到鹽 那個是肥額而已 文字那個就是肥額 很大機會 很累 而且他說吃到鹽 何馬 不懂得這樣打出來 這些 吃碗仔翅就要告訴別人 吃魚翅 那也是翅 他說不是翅嗎 碗仔翅不是翅嗎 六十五元還要買 還要買冒牌貨 不是吧 六十五元已經有四條了 那還要買冒牌貨 不是吧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多人都拿了這個 魚肚又豬皮 拿了一些花膠出來 魚肚燉豬皮 白吃了 不是吧 更陣 連花膠和炸魚肚都不懂得睡 被人家說 他們兩個幫他糾正 就說他們 就說這兩隻傻人衝出來罵人 搞極都搞不正 為什麼你這麼介意 還有他之後 就拍了這些相片 你看 你那個工作環境 不是煮食環境 你看看 他今天又煮通風餐 這個是賊 幹絲賊 這個就是塞住下面那個 不是塞住坑渠 塞住那個去水位 那塊東西 但是為什麼可以髒成這樣 何馬 右手邊 有個膠袋 弄著白色的那塊 又是什麼呢 毛巾 還是什麼 半塊 這塊東西 有人可以解答一下 看看有什麼人可以解答一下 像是幹絲賊 這個就是幹絲賊 那麼這塊是什麼 毛巾 你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樣的煮食環境 怎麼搞的 這麼髒 魚是不是在坑渠釣回來 還說 捆黑邊的牆 是比廁所 完全是 整間屋都這麼髒 看到他的人 就覺得他很髒 想像不到主員 他們兩個吃 他覺得沒什麼問題 如果何馬說謊 說是花膠 而瀚伯明知是假都陪他說謊 瀚伯又私得 那不是 你想一下 可伯伯都說 去開銀行的時候 說 是呀 去銀行 他說去新聞署 問一下怎樣開銀行 他又說什麼 坐飛機 坐飛機可以上太空 肯伯都是說是 他什麼都說是 他老婆說的 永遠是對的 除了 他說歐老的 有關於其他男人的 事情 肯伯就會很大反應 否則 他老婆仔 何馬 說些什麼 他都是說好 是啊是啊是啊 挺不合理的 他都是說是 那個煲又拿回大陸 那張桌燈又拿回大陸 買魚肚又拿回大陸 那裡是否真的是大陸來 所以就懷疑在香港 那麼他有機會在香港 那裡屈蛇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他才不直播 他現在都是偶爾拍片而已 他是不是出 白潔布 白潔布的那款 不要緊了 你覺得是白潔布的 白潔布 你給照片 升盤也很髒 那沒辦法 何馬就是這樣 何馬有什麼 各樣都是髒髒 之前一個月擺檔 又賣過海味湯料 連金錢雞 這麼貴的貨都有 竟然不知道出來的魚肚質感是什麼 說在吃花膠 那他要撐 像是水位的隔水器 隔水器這個 水位就是這個 現在說白色的 有一個膠盤 盤著這塊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在研究中 那兩塊東西 怎樣都乾淨他的身體 都不是髒到這樣 涼粉當是歸零 那個盆旁邊 你看這些已經很誇張了 白潔布 有人就說 不知道他是否自己的 也不是髒到這樣 養了很久才可以這麼黑 否則怎麼吃到 就很傻 除了說其他男人之外 說一些關於歐佬的事情 其他事情什麼都說 好啊好啊 是呀是呀 是這樣的 一說到黃老師 因為 沒有資訊 整個屋子都是這麼髒的 還說他 我現在沒有轉動 乖 乖 什麼事 白色的應該是白潔布 因為白潔布 用白色為鋼絲刷 我看到你們在轉動 但我看到你們的留言 應該沒有轉動 不要緊 歡迎大家 力氣 力氣有聲 反轉了隔水器 我也看到轉轉轉 但我已經是劉賭妍的 我也看到 隨便拍片 卡 是完全沒有東西 我也看到 因為 喂 想怎樣 看一下廣告 我也看到 這樣很難搞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F5 現在回來了 不好意思 重入就沒事 不是 我自己也看到 自己在轉 不要緊 回來了 好 不好意思 又要令大家失望了幾秒 不要緊 洗手 洗手也不是洗到這樣 有些什麼 站在那裡 什麼站在第二次 會不會把M 當作成人指尿片 給老公仔用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你們一個二個 不要那麼執著 他又不是香港人 又何來認識香港人的菜式 也不是把他調轉 還要在那裡撐 三十幾歲人 真是未見過香蕉和橙要洗 難道連皮吃 這也是很搞笑的 香蕉和橙 你看看 洗香蕉和橙也不是洗到緊 是怎樣 是怎樣的 是 如果覺得轉轉的朋友 不好意思 聲音和畫面不同 同步,有聲音可以,嘗試重開,轉緊 不要緊,應該沒有,洗香蕉,我沒見過 有沒有香蕉?沒有,我也沒有香蕉 有聲音就行,好嗎?觀眾 不要那麼高要求,沒辦法,我也控制不了 香蕉是要洗的,橙也是要洗的,你有沒有見過別人? 還有你撕了皮煮沙律,就連著皮剁了 還有你撕了皮煮沙律,就連著皮剁了,倒入炸汁機 為什麼要洗才行? 白煞連殼,不是你洗其他海鮮,你就說洗就明白 洗六點半 其實他怎樣處理是沒問題的 重點是怎樣說謊 你要問他,為什麼要說謊?完全理解不了 剛才認識了其他東西,很煩 水瓜,可以做白傑寶,洗香蕉,當然是第一次見 不出奇,洗蕉,不知道為什麼要洗蕉 完全理解不了,沒有洗過香蕉 匪夷所思,總之就是,為什麼會洗香蕉 坦白,可不可以了解,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 洗香蕉,抹乾 可以放久一點 放下雪櫃會不會再好一點 水果吃之前可以洗,不是連皮吃的 蘋果,洗一下 完全是理解的 蘋果,啤梨 你當那些什麼羊肚 有些人不批皮吃的 你洗就會 明白 香蕉可以連皮吃嗎 橙可以連皮吃嗎 這麼厲害 不是呀,可不可以教我 河馬 自己炆花膠 他說是苦瓜炆花膠 他說是鮑魚肚 這些是鮑魚肚 有什麼問題吃 河馬 說得對 河馬 真正那些動物的河馬 有些黑點 還是什麼 Keef 最重要是你 寶寶 快高長大 牛頭馬面 也不是這樣 霸氣歌又送了五個會籍 看看誰可以抽到 有利機,你要等下 我都控制不了 花膠跟魚肚分別很大 價錢就看到了 65元 一袋有四隻 魚肚 棉花雞 總之不用洗 匪夷所思 完全做的事 看完洗香蕉 來吧 今天 他吃了這個 他說 這些海鮮 不要拍他 那麼不開胃 的 廚房 他 七十元 他說這隻蟹 這隻蟹 七十元 還要煮海鮮粥 還要煮海鮮粥 因為我老公在感冒 感冒還要吃海鮮粥 會不會刮老襯 會刮得快一點 這段影片 你昨天又吃七味菜 現在你不舒服 還要煮這些粥給你吃 怎麼搞 我知道 我的棍子 好 拿出來 怎麼搞 首先 你說不舒服 還要吃那麼補的粥 是煮什麼 皮蛋獸肉粥的 怎麼會煮這樣的粥 是不是傻了 搞你不行 為什麼要去洗香蕉 你就問回河馬 河馬也說 連椒皮吃 這些東西沒有辦法 香蕉不可以放雪櫃 洗了 什麼洗走香蕉表面的吹熟劑 吹乾又可以放多幾天 又要用來煮沙律 可能 不可以這麼快 但是我昨天才吃完 那七味菜 其中一味 就是香蕉沙律 現在過了幾天才吃香蕉沙律 這隻蟹 他說要七十元 河馬說 煮魚蝦蟹粥 玩魚蝦蟹新年 喂 快點來吧 發財賣變 金錢葫蘆 金錢葫蘆和雞 只得魚蝦蟹 三樣都齊了 又說可以煮粥 感冒還要吃這些粥嗎 不是清清地吃瘦肉粥就算了 為什麼要天天吃蟹 可能阿餡伯說我就是想吃蟹 而且他一煮粥又不知道可以吃多少日 你想想他的魚都可以吃那麼多日 完全就是無所謂的 你看看這個魚 11月9日 好像是同一條魚 只不過是擺位不同 你看到右下方 你看到那條魚 因為他有一個頻道在這裡 總之下面 右下方 那張就是11月10日 向右 一時就向左 一時就向右 有沒有向前 你們不知道我說什麼 免得不要說了 那他真是向左 才說向左 沒關係 沒有對什麼人不敬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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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向上的 這條魚 為什麼吃也有的 這條魚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昨晚 昨晚開始就出來 這條魚 一天 一條魚就可以吃幾天 那你拿這條魚 真是煮粥 好過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條魚好像結冰一樣 不知道 喂 拍完照了嗎 立刻拍完片了嗎 立刻放回雪櫃 我們明天再拍 這條魚 這樣啊 對啊 這條魚 不知道啊 AI來的 可能又說 說回去 翻熱又可以多拍幾天 那你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變的 這條魚 要發瘋才不可以拿來用 不是吧 魚又不是貴 魚還要放幾天 你吃了就好過啦 拿來煮老牛 魚蝦蟹金錢 剛剛 又出了條片 又是吃蟹 just to say hi 撿隻死蟹 是不是這個意思 完全就 不要緊啦 何馬敢冒做吃蝦蟹粥 乳粥都可以的 乳粥或者瘦肉粥清清的 你還要煮 餡白的聲音已經變了 還要是這樣 說這些東西 何馬 餡白睡得早 何馬用香蕉來 不是吧 這樣的嗎 那麼大塊的蝦蟹 待會又說 明天又可能說 你們這些黑粉 病了不可以吃海鮮粥嗎 這樣才好 已經沒有說你老爸了 說你老爸怎樣 李時珍 本草綱目 就教了 感冒就要吃魚蝦蟹粥 難道是補一點嗎 唉 這傢伙完全錯了 他可能回了清田洗衣服的時候 調米香蕉和橙一起去洗 不是黏到這樣 第一天條魚未熟 留下第二天打卡 即是隨便 隨便煮到條魚不熟 然後第二天 那什麼時候吃才行呢 你走出來拍出來 拍到很多菜 怎麼辦 你都不是拿來吃的 那些東西 羊蛋魚不吃得 隔夜蒸上條魚又梅又腥 噢 是的 說到這樣 一片一片 那什麼 救你玩呢 好嗎 海鮮粥 條魚好像中了輻射 黎曼怎麼會跟蝦蟹一起煮 那他 他地獄廚神 比我更加地獄廚神 他 沒辦法 大家身體鑽良 記得保重身體 各位 Anita 你也要 日日拍片 給五個子女看 他們有多慘 你有多慘 都不會理你們 還有你這麼好菜 吃七味菜也算是慘 不是吧 河馬一出來 又誇張 又真是不懂 他真是不懂的 有沒有看頭文字 他真是不懂的 要不要做GTR 你說要考到車牌 你的朋友送車給你 他經常都有朋友送東西給他 還有 你當時是說煮的兩條花膠 不是這個花膠 你那兩條花膠是魚肚嗎 我們關心你那個 那天有騷擾到出來 哎呀 昨天 我的朋友 就送了兩條花膠給我 這樣的嘛 你之後才說花膠 你是質疑我的 你之後現在又說 變了魚肚 你要齊齊狡辯 好嗎 經常拿 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條魚又要在這裡吃 九十幾次 哪可以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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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AE86 我都差一點 條魚留回來做頭七 尾七 三七 我這麼慘 隨時不能吃 他又不是每天都七味送的 魚蝦製刮了老襯 他煮粥又不知道多吃幾天了 昨晚 他說他昨晚七味送的時候 你也有雞腿菇的嘛 你又隨便放一條雞腿菇下去 又扮了魚肚 哎呀 哎呀 河馬真是謊話 證據和魚有仇 你堆壞了一條魚一次就算了 別人煮魚 正常 你要重申 等他死了 你還要煮多幾次 這樣才不行 請我吃晚餐 可能轉頭又可以吃外米 不知啊 師母多謝你 那你這個 也不是這樣 你不用煮七味菜 那你這條魚留下今天才蒸 吃六味菜又好些 你又要洗 我又要洗些香蕉了 今天還有橙 可能明天就煮這個 香蕉橙 沙律 兩個 混在一起 不知還要加一些 還要加一些橙皮 可能他就看到個 回來 什麼事啊 為什麼 你要這樣對我 為什麼 即是斷了線 今天不知什麼事啊 又打風 但是應該不會啊 不好意思啊 沒有辦法 今天網絡問題不行 可能就是要叫我 你不要再在英國那裏做直播了 你要去旅行 搭車又搭船 之後就去 直播了 是的 我知道這個直接斷了線 是的 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我通常都很快回來 不是餓錯 但是他 沒有料又要扮東西 那你也不是不懂得扮成這樣 但是我開了那些東西 全部 沒有了 是的 不要炸我承認 沒有辦法 可能就是說 不要再在 不要再在英國那裏直播了 我們這麼大個人 真的沒見過香蕉和橙要洗 可能連著皮食 如果這碟是花膠的話 我們也想見識一下 究竟鮑魚是怎樣的 說謊是沒用的 很多人都是拿些花膠出來 這些東西才叫花膠 睜大眼睛看清楚 這個輻射魚有的 還有些什麼 花膠 這些有些料 還有鮑魚眼 還要 這個也是 原裝正版 的 長得 魚肚 給大家對比一下 家裡只用了一千零一條 粟米魚肚巾 棉花雞的好伴侶 就說 袋子很紮實 口罩 不要緊 想拍價 但剪走了 65元 但還是幾十元 不止三條 有四條 你看到 這個 下面有四條 剛剛才買完了 今天 新鮮滾熱辣 可以煮粟米魚肚巾 美腿姐 今天 其實花膠和魚肚都是魚標乾製品 不過魚肚 以薄身也不重要 我們不是執著這些東西 花膠世紀大騙案 左和右的分別 左手邊一定是花膠 那是河馬做假做得很離譜 有人說 長字也不一樣 不是的 連長字也不一樣 不是搞笑成這樣 一個是盒一個是袋 價錢也不一樣 不要緊 你沒有錢 吃不起這些東西也無所謂 你再不是去 長得 那個 page 幫你賣一下廣告 既然河馬 說 搞了你 臘腸也有 原來 臘腸也有 河馬可以買 買臘腸來煲湯 臘腸也有 長得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涼拌雞湯醉花膠 家嫂懂嗎 我們試下做這個 印尼花膠仔 就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試下做這個 有空 好嗎 家嫂可以研究一下 做這個 你出回去再進來 就應該可以了 是的 沒有辦法 你不斷在這裡喊 也沒有辦法了 超渡河馬 超渡河馬 YouTube大小號有什麼 超渡河馬 還有第三個號 你不停地出片 你只會再快點收皮 河馬他還要今天拍照片 原本笑完你一天就算數了 你還要在那裡撐 你又不說一下 哎呀我的頻道 你超渡一下你的頻道 有些觀眾也叫我幫你超渡一下你的頻道 其實應該 被人家笑你 當你真的在吃花膠 被人家冤枉你是豬皮 那個 生氣的程度 應該是大過你 大過你的台 沒有了嗎 我正常人 不是 過天都想我過去找家嫂 又奴役你一起吃 我問你懂不懂弄 有空就弄一下 你這樣才弄 吃一下 當作零食 花膠 英國網絡都吹他 那要怎樣 我轉頭要去搭機 轉頭可能要去搭機 沒有意思 沒辦法 超渡他 對 不要緊 這個 超渡你 這個 天靈靈 地靈靈 河馬 不要再出來 真的不要害這個 你在這裡也沒有意思 你那些台 你又不是拿來賺錢 是不是現在轉過另外一個方法 他就想著 就是只拍片 就不直播 在香港 在香港 和這個 大陸 都可以做到直播 不知道 不知道 橙洗乾淨沒問題 但香蕉就奇怪 網絡都想我 網絡都想我 黏了你 網絡 為什麼要弄成這樣 對呀 家嫂說多一會就算了 今天會跳 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要去找家嫂了 網絡都催促我去找家嫂了 沒有啦 什麼 何圈又出來 何圈當然要出來 沒有啦 晚一點 要去找家嫂了 沒有啦 連天都不喜歡我 連天都叫我去找家嫂 過荷蘭再去 我的花膠吃光了 我拿過去 難道我拿過去 不會啦 還有我可能在酒店那裡住的嘛 我跟他可能去旅行的嘛 你怎麼知道呢 有網絡黑粉要搞我 不是吧 買機票 早就買了啦 還有你買 例如買晚餐的機票 很昂貴的 那天家嫂買 即日賣 原本好像三千 三千多元來回 變了七千多元 快點去找家嫂 會啦 會去找啦 如果過荷蘭一個小時 即是你不計其他東西 只是這個 飛機機程 小心不要暴露 我說的 未必是我轉頭去搭機的嘛 還有我未必是去荷蘭的嘛 可能搭飛機 可以去日本 可以去阿魯阿圖 很多人 都會洗香蕉 因為噴了東西 什麼叫噴了東西 洗香蕉 會洗的嗎 不是吧 什麼水果都洗 有什麼那麼奇怪 最多說你 不要緊 雞腿菇不會在海 問題是他 他帶著一個雞腿菇 在一個海尾泡 那個袋裡扮演 現在的問題是 什麼洋花膠有酒樓有小心 不明白你說什麼 吹化劑 香蕉蒸蛋 這樣做得很好送 那你還要有什麼過關的那些 不要緊 我不知為何他直接斷了 我自己也看到斷了 看到網絡 他出了地球儀 不要緊 去意大利五漁村玩 又近又靚的人說 網引發作 可能我的網引也發作 香蕉表面 噢 那你 你在招皮上沒有關係 朝廷中 有兩人套餐 好像都是五百元左右 有花膠 烏雞湯 又有鮑魚 鵝掌 又有菜 有潮州拼盤 沙律大廈 不要煮 叫河馬去吃 是吧 八花釀魚肚 洗完很快 很快就會爛 不是雞腿菇 是什麼 批了皮的矮瓜 不是吧 批得這麼漂亮的嗎 過網 要趕我走 是吧 提早收 不是 知道我走 之後提早收工 阿水快逃 不是阿老阿逃 買任何生果 買任何生果 香蕉 香蕉不會煮到入皮 你那些 你那些 第一次聽到要去香蕉 什麼 不去找家嫂的話 一定被家嫂挖 跪門口 怎麼會這樣 什麼真的有人會吃香蕉皮蒸飯 這麼誇張 真的沒聽過 有人說是白矮瓜 白茄子 有人說是白茄子 不要緊要啦 總之那個連魚肚也不是啦 煮椒皮 可能是呀 椒皮拿來煲湯 看得古惑仔多 所以就拿來煲湯 煲香蕉 塑膠湯 哇 是這樣的嗎 不是吧 都不是搞這樣的東西 旅途愈快 應該會旅途愈快 回來英國的時候 應該要多 多帶家嫂 也不是一定帶家嫂回來 都沒什麼 香蕉皮 洗乾淨就煮糖水 好環保 不是這樣 香蕉批越廣越遠 還有聽到 鹹白不停有吸鼻涕聲 然後他又有一堆山蠔 又說不做照片 不算了 很累 這堆山蠔 河馬就說蒸幾分鐘 再煮兩分鐘就能吃 蒸得太老就不好吃 河馬的殼好像沒有怎樣洗 你放在骯髒的星盤 那邊呢 誰會洗香蕉才行 問題是 好像沒有什麼人會洗香蕉 每次出片都提醒我女朋友 是不是說給肥河聽 那就快點坐機走 觀眾在這裡說 我也要回應一下 有些人不喜歡聽 我沒辦法 有些觀眾說一下 問家嫂怎樣 我回應一下又不行 叫家嫂和我一起住 就不用回應 應該過多幾天 應該過多幾天 那就行了 是嗎 是呀 快點去 你看到一些留言在這裡說 難道我所有東西都不回應嗎 是不是 去旅行記得鋪一些漂亮的照片出來 可以 你叫我家嫂拍吧 我家嫂拍照會好一點 是不是自己回英國 什麼自己回英國 叫我去荷蘭定居都說不行 我那邊還沒入籍 不行 不然在荷蘭那裡住 有什麼所謂 快點去荷蘭找丁太開籍 你們知道大三婆地獄廚房的稱號 所以她的材料 完全未經處理 但反而香蕉你就特意去洗 其他東西都不洗 就這樣丟進鍋裡 那為什麼零零射射 香蕉你就要去洗呢 這個就不太合理 有很多觀眾都喜歡說 家嫂的問題 而且他們說了 我都是附和幾句而已 減都不行 蝦膠放 什麼魚 上面 只有蒸就OK 也不要緊 香蕉皮炸天婦羅 又是新派的食物 這些 見到香蕉就要洗 無緣無故說這些 為什麼無緣無故說這些 這些又不會回答你 免得被有心人利用 什麼剛剛聽到說不一定和你回英國 我什麼時候說不一定 你去哭 你一定會跟我回英國 怎麼會不會呢 不要這樣 稍後有些人又不喜歡 不要說這些 先關閉房門 河馬不懂得處理海鮮 也沒事的 喜歡洗香蕉 有什麼需要洗香蕉 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訂閱不上 現在就有它 也沒辦法放下價 M23說很喜歡聽你說家嫂 有些人會不喜歡 也沒辦法 Youtube 學神做主蘇 也沒事 讓你猜到不是河馬 那就有型 因為太多人喜歡家嫂 所以就要提起家嫂 你們在這裡提 有時候聊天的時候 你說一開始的時候 說說內容 說說家嫂就說 剛剛訂閱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香蕉 有用過某些用途 所以要洗給喀白 就算有其他用途 你也是撕了皮 外面髒也好 什麼都好 當然要帶 新觀眾你好 香蕉用過 不是細絲 細絲極孔 但是 是喀白洗 不是他洗 英國比利時 很近 可以游泳過去 再去比利時 荷蘭很快 機票也節省 還沒訂閱的朋友 最好幫忙訂閱 現在好像差100多個訂閱 就15萬訂閱 結